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杯我自创的混搭小酒 真的超好喝 看着像一杯果汁 当时喝起来又比果汁上头 里面要用到水蜜桃火龙果 柠檬 先让清洗干净的水蜜桃去合 然后切成小块 这里用到的是一个桃子 然后加一小块火龙果 一碗凉白开打成汁 然后倒进模具 冻成冰块 这个冻好的冰块也可以给小朋友当棒冰吃 不但好吃 而且也非常的健康 完全无添加 今天不但给大家分享好喝的混搭小酒 还有意面的做法 马上七夕结到了 一杯好喝又好看的风味酒 再搭配一份好吃的意面 就是完美的七夕晚餐了 煮意面要水煮沸之后 然后锅里倒少量的食用油 再盐 然后下入意面煮十分钟左右 再捞出来装盘 这款是带意面的料包 所以做起来也是特别的方便 将意面和料包直接倒进锅里翻炒 一分钟左右就可以装盘了 我今天是做了两份 一份是经典的番茄肉酱 还有一份是黑胡椒牛肉的 这样一顿西餐也就十分钟搞定 这个就是前一天 炖好的水果冰块 古丽冰块 加半瓶蜜桃风味的 料白蓝地酒 再加半瓶养乐多 就是非常好喝的混搭小酒了 搭配意面 就是妥妥的七夕浪漫晚餐 然后再加半瓶子